Hello大家好Change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 暗到三点时期于图围城的改版情报 由于明天28号的凌晨 就要正式上线宣传影片 所以我今天的目的是 把一些牙膏还没有挤完 之前没有提过的部分 我认为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讲一下 那首先明天的凌晨三点 请大家有空的可以去突骑 紫色学校挂一下时间 你就可以领到右边的这个翅膀 限定国际服 这次开服时间 国际服饰大概是2月5号 你们可以早起开拓出事的时候 那台服的话 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后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到 比较值得一提的传说长杖 这个长杖的第三条 是元素伤害造成三倍伤害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一般这种杖要制造出伤害输出 不管你撑等级 释放速度 撑点伤等等 要让一个技能的伤害提升两倍 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三倍的长杖 是非常有料的一个武器 那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你的抗性会减少63% 这可不是你的抗性 称什么75加63就可以搞定的 而是你的抗性减少63后 你只剩下37%的总抗性 是以乘法做最后计算的 也就是说你的面板 有200加的抗性 最终也只会计算成剩52%而已 那最终你需要75%的抗性达标 则需要称263%高达263%的全抗性 才能够达标 它比较适合搭配的应该就是这个全知全能的项链 也是版本新出的 增加元素抗性跟元素穿透 刚好也是元素技能 完美的搭配在一起 那这个项链大概称100的抗性 大概要1000的全能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全能拿得够高 它的副作用已经可以减少非常多了 再靠装备就比较容易可以拿去 我觉得它们是一个后续很猛的一个组合 可是如果你没有全能项链撑得起 是需要思考的事情 而且这样值得吗 比起BA武器 而且别忘记这个版本 25等的技能提升是60% 20等的技能是45% 等级撑得越高 会不会弥补这个三倍伤害的差距呢 再来是掉落率价格以及神圣石区间 我敢说它的区间 只要那个reduce 最后可以压到50%以下的话 那应该会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武器 但是如果它的range很大 那你的神圣石价格可能也会有点贵就是了 好那我们看到下一个装备 是我个人认为玩具的这个头盔 唐突日出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头盔的效果 为什么是玩具 因为它要击杀死才有一定的几率 可以回复能量护盾 还降低你的能量护盾回复率 我们一般要回复能量护盾 要么就是格党回复一定的能量护盾 要么就是击杀敌人 就能回复%数的能量护盾 这个头盔在打亡的时候 根本是毫无用处的 那优点是什么 这头盔设计的其实还蛮美的 应该会有一部分的玩家 拿来做塑醒就对了 但是暂且在我看来 它其实压根就是个玩具 好狂舞的希尔德 狂舞的希尔德的最后一条詞缀 你的近战击重也能够维持暴怒了 免除王瞻的热击 还要你需要很多瓶虫水的问题 但是失去了预言升级版本的 OKOK双人5该怎么办呢 还能拿拿拿拿拿吗 我不知道 时代的输出水准以及空手技能的选择 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这个关键天赋 这个关键天赋非常的有趣 它跟元素超载很像 只是没有绑定元素 而是攻击技能 你的敏捷高于血量的时候 你无法暴击 但是有40%的更多击重伤害 相当的可惜 为什么 因为你的击重伤害的部分 没办法拿到一些 怎么讲 比如说持续伤害的部分 异常状态的伤害也好 你的物理造成流血 或者是攻击造成的中毒 如果吃不到的话 好像有点亏 但是吃得到好像又有点太强 比较尴尬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超载的位置 跟避重的位置 我们再看看这个下面的这个位置 它可能会是锁定在右下角 因为应该不会跟这两个技能来冲突 那既然是在右下角 大概就是游侠的区域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可能适合的玩法 第一个 弓箭流派的剧情 还要语图初期 过渡应该还不错用 那剩下的部分 还有那个物理攻击流派 因为本身就拿不到元素超载 在一定的时间 你还没有走暴击路线的话 如果方便点到这个天赋 或许也蛮强的 再来的话就是不走血量 走CI类型的攻击流派 右下攻击闪电流派 不走暴击 然后你也很难点到左上的超载 还可以搭配超负荷 非暴击的闪电 伤害很幸运的星团珠宝之罪 但我觉得后期 应该还是走暴击比较强一点 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关键天赋 我觉得有也不错 如果弓箭或者是攻击流派 在游戏很早期就可以遇到 点起来对于拓荒 前期语图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们前期需要点的天赋 包含了 比如说你是元素 需要元素的攻击 攻击速度命中等等的东西 它就解决了你绝大多数的效果 而你就不用再点出暴击天赋 导致你进于语图的初期 为了那么多的伤害天赋 你最后的生命 可能只有两千五不到三千 然后抗性撑得很辛苦之类的 好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 语图的部分 天佑勇者 神渊之沛写足 伏吉 神域超越跟祭祀 哇祭祀有够贵的 目前蛮糟糕 杂纳离开了我们 现在这个词序变成了 基拉克词序 所以我们不能再叫杂纳地图词序 应该叫做稿基地图词序 那这些词序当中 我觉得比较有料的是初期的写足 写足会给予你地图当中 额外的蓝怪群 平均一张图 如果怪量还算足够的话 能够让你多掉一到两张的地图 所以在前期缺图的时候 特别是到宏图阶段 还是一个蛮有用的东西 再来的话就是有了猎手之后 会使用到的超越词序 可以帮助你练等 然后维持猎手的状态 那其余的词序都没有到太好 像是神域只能在右上 假设于图天赋没有改的话去开 否则的话我觉得都没有到很好 特别是祭祀太贵了 那接下来讲一下 我很意外没有砍 或者是怪怪的部分 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个目前拿满100%的 法术意志的简单程度 它给你的防御效果实在是不成比例 100%的法术意志 可以借由天赋的部分 胸甲30多% 盾牌也大概可以拿到30% 轻松的给撑满了 只要你拿到100%的法术意志 跟一点攻击效果 Boss对你造成的伤害 就只剩下47 48%左右 那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防御能力 稍微撑一点格档之类的能力 你要扛塞勒斯的袋 有个五千血 配上熔岩护盾 都可以很轻松的 每一次都扛得住 好那接下来的话是 护甲周边的坚定体系什么的 首先我们先讲到第一跟第二条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使用 施暴的蓝装或白装 去打大部分的图 来过那些内容 就是因为第一个法术意志超强 然后护甲坚定周边超强 那还有后续的格档回复也是过强 幻盲圣盾可以格档敌人 然后回复你固定护甲数量 你护甲有十万百万 他就会相对于回复你很多的 能量护盾破百破千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防御体系真的是过强了 官方如果没有砍护甲 或者是护甲值的上限 或者是圣盲护盾的防御的能力 我真的觉得超级奇怪的 好再来的话是 砍毒宇20等级 虽然毒宇被砍我没有到超级以外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如果要砍20等毒宇18%的总伤 那为什么不加强21-25等 或26-30等的成长曲线 毒宇他能够知道的伤害持续很少 一般的公流派能够拿到什么东西 能够拿到暴击率 然后一大堆的伤害持续点上 但毒宇你也只能称等级 攻击速度或者是很少持续的 混沌持续伤害加成这样 那毒宇的成长曲线已经到后期没有什么好增加了 那随着你们现在的概念 官方都说为了法术多一点人用 25等有60%的更多伤害 那你为什么不把持续伤害的技能曲线也改成 参等级会有更好的表现体系呢 这样的话就拓荒不至于太强 但是后期也可以吸引一部分的玩家玩 为什么不这样改 我是非常好奇的 那再加上第四个 尸爆的15%尸体 可能比原先亵渎出来的 你有带两个召唤物 因地图的怪物数量 五个是五个种类或十个种类 可能它的range是不到10%到30%的几率 变成了固定一个召唤物15%的尸体 它的产生率是降低了 但是第一个点燃被砍了 大概接近三成的尸爆伤害 但这个伤害对于尸爆是不痛不痒的 你只要炸到足够大的尸体 可能就是前期炸尸体的热积有点困难 但我觉得尸爆 你只要撑点燃的持续时间够长 运气好炸到一个大的尸体 它的点燃是不会逊色太多的 那读尸爆 你就把尸体的比例这样做一个改变 那读尸爆去打一些尸体等级 或者血量比较高的图 影响也没有到很大 那现在它的伤害是溢出 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 尸爆应该是没有被砍到死的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内容 可能稍微的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我比较注意的是 这次的平衡 其实动的东西是偏少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buff 可能是好的 但是往坏的地方想 就是下个版本的语图 新联盟内容可能会很难 那最后跟大家推广一下 这个EK WoW聊剧情 他最近做的几个流氧到减十的影片都很棒 而且还有各种有趣的方式来 分析这里还使用地科知识的 那个谍制定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影片连结会放在底下 我觉得你们可以练拓荒的时候听一听都很有料 好那这是Change 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跟大家做解析 大家拜拜